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暴力事件不斷發生 其實我本身都是做青少年服務工作 我覺得看見他們有些事太暴力 而且真的違反法紀 我覺得見到有些小朋友 已經不受父母管教 我想這裡提醒大家 如果你自己的父母管教不了你的時候 又法律管教你的時候 你們會承擔後果 其實如果你不去衝擊 警察也不會走到家裡打你 所以大家要克制和平 去解決一件事 那就最好了 我在香港已經快三十年了 然後我們為了香港的繁榮穩定 為了我們的民生 所以的話我們要精靜地走出來 支持政府 年輕人有什麼問題可以 國民的反應 但不可以影響我們大家的民生 影響我們老百姓的生活 香港人建立了這個地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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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多的民生 我們都看到當中的民主 美國政府非常快地離開了 但我們在這裡三個月 救香港 救香港 我們要守護好我們的國際威脅 謝謝各位 謝謝48萬 在現場的各位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